新书快报 精致淀粉糖是现代人饮食的最爱 却也是最大的敌人 因为有好多的慢性病肥胖 那在正餐之外 如何可以安心的享受这些蛋糕饼干面包呢 有一个护理师 他实施了生酮饮食之后 改行创业 研发出了许多无淀粉低糖的烘焙食品 他还甚至出了一本食谱书 书的作者是郭景山 景山您好 大家好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护理师的无面粉低糖烘焙厨房 那在书里头我看到 您有一个那个照片 原来你已经瘦了这么多 而且维持得这么好 我想您之前一定也曾经为了减肥 有很多挣扎吧 对对对 女孩子大概一辈子都会为了 爱美减肥 然后做过非常多的挣扎跟方式 但现在你成功了 你觉得关键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 我更改了我以往的饮食习惯 以往就是会摄取很大量的电层 白饭啊 面啊 或是面包吐司 馒头这一类的 那真正的认识了每个食材 它所带来的营养素 以及对你的身体帮助之后 你学会了择食 那你的饮食习惯也慢慢的跟着改变 除了你自己的改变 你甚至还用它来创业 面包蛋糕饼干 那这些面包蛋糕饼干的食谱里头 你做了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事情 可以让它变成我们一般 甚至连糖尿病都能吃的东西 一般传统的糕点都是用面粉 精致的糖类等等 去不同的比例所做成的 那我的甜点的话比较特殊 就是用譬如说像是马卡龙线粉 或是亚麻仁芝粉 这些低GI的食材 那碳水量也是相对的非常的低 那去调配比例所做出来的 你刚刚讲到几个食材 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很想要知道 它自己有没有可能可以做 它大概代替的是原本这些烘焙食品里头的什么东西呢 举例来说像马卡龙线粉 跟我刚还没有讲到一个叫做椰子细粉 椰子细粉的话在国外比较好买到 台湾目前的话需要找不是那么好买到 但是像马卡龙线粉 一般烘焙好像都可以买得到 那这些粉类它主要就是用来取代有精心的面粉 那其实我知道说一般烘焙大概基本几样东西 叫奶油 蛋 糖 然后就是面粉 那感觉您的食谱里头好像取代了面粉这件事情之外 好像脂肪跟蛋白质似乎没什么限制 其实这样子的一份甜点 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的油脂跟蛋白质还是有部分限制的 因为为了要调配出比较完美的比例 它的粉类跟湿性材料都需要做一些调整 因为我会希望可以尽量做的跟我们传统记忆中的那个甜点的味道是一样的 哇 好难哦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护理师的无面粉低糖烘焙厨房 它有一个副标题 我记得这个副标题很有意思 它讲说你研发了40款的无精致糖无肤脂 美味不发胖的面包甜点食谱 要40款而且是你研发出来 那花多少时间呢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食谱 我前后大概认真的停工 花了快一年的时间研究 因为我大概一年多前开始研究这类食谱 那我停工了两个月整理出所有的食谱内容 那里面还有包含失常已久的独家食谱 那其实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蛮多问题的 那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原物量 因为目前所使用的产品都没有使用面粉或是泥粉 那就少了它的精进跟发酵性 那其实每一次要研发出一个自己都可以满意的作品 都是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 那透过不断的修正改良比例和工法 那才有办法呈现出这样子一个可以让大家品尝的食谱 里面竟然有独家的食谱啊 我蛮好奇的 因为我看到里面很多是我常常看到 而且想吃又不能吃的 那种比如说会流浆的那种什么熔岩蛋糕 那你说的独家食谱是哪一类的呢 这里面我自己有比较觉得独家 而且本来想要私藏的是这个柠檬小蛋糕 它就是跟我们传统在吃的 以前面包店都有卖一种黄色黄层层的柠檬小蛋糕 我觉得它的口感跟香气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那这款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爱吃的 那因为它完全都没有用面身 那所以我觉得可以研发出这样子一样的小甜点 它真的是需要一些工法跟比例上面的调整 郭景山为我们带来了这本书 里面有好多我们可以自己试着做的一些低糖的 就是连那个糖尿病都可以吃这些烘焙食品 您刚刚讲的这个独家的配方 我就想到说您的这种蛋糕 上面常常会有裹着一层那个糖衣嘛 那糖这件事情好像我们还没谈到 好像你也找到了一些替代品对不对 以这本师傅来说的话 我只用赤藻糖跟卤汉果糖 那赤藻糖醇呢 它是存在于水果菇类啊 还有许多发酵品当中的一种天然植物发酵取得的 那它从发现至今也已经一百多年了 那味道除了甜味之外还会有一些清凉感 然后它不经代谢分解 所以它不会在体内蓄积造成血糖的大幅上升 那卤汉果糖也是 那卤汉果糖它本身在日本的话呢 这样子一个好的代糖 它本身在日本已经推行了非常多年了 那我目前就只用这两种糖 不会造成血糖上升 也不会造成胰岛素的分泌 这个就是跟一般精致糖不同的地方 因为一般的传统烘焙是采用砂糖啊 白糖甚至麦芽糖或者是糖浆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会让血糖上升的食材 听您说话还真是有护理师的味道 您之前做护理师应该有碰过很多不同种类的病人 他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有护理师的背景 我觉得一份甜点 一份所谓的低糖甜点 生酮甜点 还是要通过这个血糖实测的部分 才是可以比较放心使用的 因为说实话我自己的客户 也有蛮多是控糖人士的 那所以一份甜点到底会不会造成血糖 大幅度的波动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才会每一道食谱 邀请了朋友来做这个血糖的测试 这是真人实测 绝对不是烙卡的部分 难怪我看这个书的时候 有一种安心感 比如说你的烘焙食品 他的血糖从吃之前跟吃之后 血糖值并没有飙升得很快 这会让很多糖尿病的病人 可能会很安心的想要知道说 我可以自己来做这样的食谱 很兴奋可以看到一个护理师 愿意分享他这个无面粉的低糖烘焙厨房 讲到这个食物 我觉得有一点懒惰的是 我自己手上虽然有烤箱 但我不常烤东西 那你书里面竟然这些烘焙食谱里面 还有那种不用烤的 美味的像是花生贡糖的东西 不用烤的话 大概要拿几个基本的材料 不用烤的话 大概就只需要碗跟搅拌工具 或者是看你想要把它装到什么容器里面 其实像花生糖 它就是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 定微波露出来 然后切成你想象的大小 它就是它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的 这个花生贡糖 看到我是流口水 而且自己就可以搅拌就可以做 不用像烤箱那么复杂 那如果真的愿意烘焙的 其实这本书里头也有蛮多 就是真的要烘焙要用到的器具 另外我想问就是 因为你这个书强调的是 它这个低碳水化合物 无面粉低糖 那我想如果没有大量的糖 你所做出来这些烘焙的食品 应该保存起来比较难吧 这是真的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烘焙的门外汉 我在研发这些低糖烘焙之前 没有学过任何传统烘焙的东西 然后所以我对我的产品要求也比较严格 因为其实一开始 我是为了要做给我的糖尿病父亲吃的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食材 它的保存是需要特别的去注意的 因为我完全没有添加保湿剂乳化剂 抗氧化剂防腐剂这些等等 那一般的话都会建议说 就是以冷冻分装为主 那想要吃的时候再解冻加热就可以了 那就不建议说 像一般有的甜点你可能放个冷藏 外面的甜点放个冷藏 一个礼拜可能都不会有什么异状 那但是像我们这样子 它是低糖烘焙的甜点 我会建议说 冷冻保存是最好的方式 其实为了这本书 就网络上找您曾经做过的很多 网络上面的一些什么现场访问 还有您的一些食谱的分享 我发现好像有个社团是不是 对对对 我本身有一个烘焙的社团 就是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的 所以那个社团里头 有很多的食谱会交流吗 大部分都是读者 他们买了这本食谱之后 他可能在某些操作的部分 他有问题 他会询问 或者是他们也很有创新的idea 他们自己研发出来一份 也是所谓的低糖的食谱 也会跟大家分享这样 好好 我也希望我可以在上面可以跟你们讨论 不过因为我现在根本都还没开始做第一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 而且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 那今天非常高兴的护理师郭景山 为我们介绍他所写的这本书 叫做护理师的无面粉低糖烘焙厨房 非常谢谢景山 谢谢周山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新书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